十年前女屋主谋生的购物念头 人生的比一间房子特别充满意义 除了希望给予家人一个温暖的家外 更希望能住的安心且有保障 关于绝佳安全的女屋主 找上装潢经验丰富的张主任 协助她一起守护绝佳的安全 关主任好久不见 好 来 里面请 好 谢谢 像我在挑家里面各式各样的产品 包括电器 我都是一定会选择有安规的产品 我才要买 因为身为业主其实在装修的时候 难免要自己做一点功课 那因为我是工作的关系 我有碰到我家店的或者是登市场 他们电线跟电线的连接之间 都有安规的连接器在使用 那我就想说我们居家的电线 难道没有连接器吗 所以我就上网爬温了一下 结果我就看到国外的网站上面是有的 他们国外都是用连接器在接电线 就不像台湾这样子 因为我在爬温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有看到很多都是 有关于电线走火的 然后像很多在施工过程当中 都缠接的部分就是只有缠一点点 或者是说不确实 引发火灾 可是这个部分并不是我们可以看得懂的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使用连接器这种产品 可以让我比较安心 电的东西其实它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为它的电压会让我们大成意外 为什么会谈到电线走火 因为电线走火就是我们现在火灾里面 百分之五十左右就是电线走火 会产生的火灾 那一般我们电线都会有年线 以正常来讲大概十五年左右 它已经开始催化了 因为我们一般插座 传统的是用电线胶布去捆接 因为我们拱把有规定是要有六圈 而且要捆好 然后再去接插座 那裹的时候可能两个电线不小心就是二十道 二十道短路就会产生火花 火花一产生的时候 附近的那些一燃品就烧掉了 一烧就是火灾 一个是布载够大 如果我们用的电量比较大的 它的布荷性超窄 太高之下它就会产生高热 因为热 它电线布荷不了就会烧起来 它就会造成电线走火 第三个就是接触不良 也可以这样子 所谓电线胶布也是捆起来 是让电流去连接 它也是绝缘 但是当一残到布扎实的话 它就是接触不良 它一接触不良的话 它会产生里面的热 它一热的话 电线胶布很容易变成脆化 所以它很容易脱落残胶 会有某一些漏电的可能性 这种呢 因为它比较牢靠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危险性 金笔接力德它是一个连接器的产品 它在美国其实已经有接近90年的使用历史了 它在欧洲也有近50年的使用历史 希望它能够取代绝缘胶布的主要功能 传统的绝缘胶布 它在使用上比较耗费时间 相对于金笔的接力德呢 它具有绝缘 防火 安装速度快 安装成本低 牢固 这几个优点 使用再久 它也不会有松脱的现象 连接器它就像这样子 它就直接把电线直接往里面插了 我们只要把这几条线直接插进去 电线连接器用力插一下 这几条线就已经是连接住了 再把这几个线插一个地线 然后插一个火线 直接插一个中心线 这样这个插座就会有电 连接器的功能主要就是 我们要电流相连在一起 我们还要它很紧密的 然后另外还有这是绝缘 这个连接器的优点 它因为还有一个测试孔 那我们可以用烟捏笔去插插看这个电流 那直接靠过去就可以知道 这种的连接器 如果说你是只要两条线相差的 它有两孔的 相差的话它有三孔 四孔的 电源的连接器 它也有电灯的 现在也要把颜色分类 这个是防水的 它里面的防水胶 只要你电线插下去 你放着 它的水就不会进去 那个是一般是园艺 户外去使用的 所以就看你要连接几条线 我们就用哪一个去做连接器 这种连接器 使用度还没有到很广 但是它是一个好东西 对于燃烧上面 它是耐燃的 就不怕它会因为这个问题 而产生火灾 我们曾经在实验室做实验 用接近90A的电流来通过电线 今天不管发生火灾 或者是其他的状况下 我们的胶壳最多它只是融化 它不会帮助燃烧 所以我们的产品 在世界的主要国家 我们都有取得安全认证 像是美国的UL CSA 或者是德国的VDE等 所有的产品在出厂前 一定要通过我们安全认证实验室 针对产品的性能规格 合可后才能出厂 我们对于保障消费者这一块 我们提供了新台币 一亿五千万的安全保障 虽然我们这个是一个小东西 但我们希望借由这个东西 可以为我们的居家安全 提供安心的住家环境 我们当时也其实最大最大的成本 是工资 如果在我比较要赶工 又要归到安全 那我就可能会用连接器 那连接器速度也快 它也安全 省了我很多的公司 因为像这个产品 我是都自己去电料行 然后买回来给我的设计师的工班使用 老实说电线怎么走怎么接 我们并不晓得 所以我统一就是买四孔的 这种擦拭连接器给我的设计师 那它怎么接两孔接三孔 它要空着也没有关系 那自己家里要住的 总是会比较谨慎一点吗 对啊 因为不谨慎也不行 如果真的火烧屋了 贷款还是要付 不会因为你火烧屋 就你就不用再付贷款了 像我在使用这种有安规的零件 我就觉得在家里面居住会特别安心 然后家人也可以有一个 比较安全无余的环境 然后小孩也比较能够 安心地成长长大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随着时代眼镜 材料不断地提升 金笔接力得连接器 成为快速上手的住家配件 内燃紧固的安全保证 成为现今市场的首选 专业负责的态度 值得为您守护幸福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